梅姨 等过些日子得空 我再给您多做两身这样的衣裳 那感情好 那我就可以替换着穿了 我也就可以变好看了 梅姨 你本来就很好看 行 我去干活了 梅姨 头发乱了 是吗 我刚才换衣服的时候 可能弄乱了 不小心 欧阳公子 可是来找师父的 今日无事 想去市集逛逛 因此 霓裳为了考试 好几日不得休息 师父特地交代她 好好在家待一日 来 倒不如我陪公子去吧 那边我比霓裳更熟悉 欧阳公子 请 霓裳 今儿没课了 你打算去哪儿啊 我跟欧阳公子约了 今日陪她去逛东市 欧阳公子不是已经走了吗 走了 对啊 方才我见到欧阳公子 跟文秀一起走的 霓裳 欧阳公子这个人 虽然看起来不像坏人 但是他的来头 实在大得不得了 咱们还是少沾热为妙吧 是师父让我 你就让文秀她去吧 咱们无权无事的 能躲远点躲远点吧 好 那今日无事 咱不如一起到街上逛逛吧 好啊 那我去叫上元香一起 等我啊 怎么又有元香啊 大家都知道 时间后差不多了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大家都知道 时间后差不多了 可是 可是 那边咱们还没去呢 在下要办的事情 都办得差不多了 今日多谢文秀姑娘相陪 那就不多打扰了 包子 好啊 好啊